春日香演绎当地的收获记忆 从山居岁月 少米丰收 燃烟引林 勇士之歌 维武纳贡 乡公所动员各部落 依照传统的仪式进行演绎 现在我们火苗 萧烟已经燃烂的事情 代表着我们人与神之间的沟通 原本两天的收获记活动流程 浓缩到四十分钟时间 但整个境遗严肃而神圣 且完整呈现 这在平地相当难得一见 现场所有人看得目不转睛 也让人亲近原住民文化底蕴 特别为什么来到屏东市来办理 就是让更多人了解 我们原住民族的文化 不是只看到的 每一个族有它的特色 但过去我们只知道 这个阿美族的风年纪 但不知道我们卢凯族的小米纪 也不知道我们排湾族的缩后纪 所以我们要重振这样的文化 县长派门湾道场参与盛会 也颁奖表扬原乡优异工技 歌谣以及文化创作者 并与族人同乐 大跳千人大为伍 县府从去年开始回复举办屏东县原住民族收获节活动 为的是让大家更认识屏东原住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 也借由活动让各部落透过交流更加精进 中排湾南排湾北排湾都有不一样的祭典 祭遇甚至卢凯族也不一样 那这么样一个非常具有研究 而且历史文化传承的祭遇 必须要一步一步传承下去 把不管来自哪一个族群 大家一起在市区 邀请我们市区的乡亲来共融 共襄盛举 不同的文化 互相不同的学习 包容 成长 分享 今年的屏东县原住民族收获节 集结九个原住民乡演绎排湾族 卢凯族的收获季 呈现当地重要的传统文化 也安排了原住民传统乐舞展演 原住民传统技艺竞赛 以及九个原乡的农特产品 和手工艺品展售 让民众保览原乡文化与固产 近距离感受丰收的喜悦 评论新闻 蔡立淮阳正义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